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直射光照晒后 尤其是白色毛织物 颜色容易发黄 所以洗后也要放在阴阳通风处 让它天然亮干 三 棉麻布料 棉麻布料的服装通常都可以放在阳光下直接摊晒 由于这类纤维在日光下强度几乎不降低 而且不易变形 但是为了防止褪色最好反过来晒 棉麻布料的外衣最好反着亮晒 特别是颜色显眼和神色的衣服更要反着晒 夏季太阳很大 经过阳光的曝晒 棉麻衣物的褪色会比较严重 适合正式的衣服 贴身内衣 贴身内衣裤最好正着晒 内衣反过来晒 容易沾染上空气中的粉尘和微塑物 而且贴身的衣物赶紧以后最好马上收起来 反复抖动 不要一亮就是三四天 在空气中暴露太久 也容易沾染灰尘和微塑物 洗身误区别忽略 一 衣服攒着一起洗 很多年轻人独身在外打拼 平时只用洗自己的衣服 总想把几天的衣服攒着再热到洗衣机里洗 只要做方便是方便了 但偷懒的后果就是 霉菌自身更多 脏衣桶潮湿 是霉菌自身的温暖场所 尤其是贴身衣物被汗水浸湿 非常容易发霉 如果和其他带洗衣物一起汇放 污染范围会扩大 并且霉菌会加倍增长 而且把衣物攒着一起洗衣物的数量增加 洗衣液就无法充分地接触每件衣服 更别提洗干净了 建议 每次洗衣液时不要把洗衣机都塞满 衣物体积最好占洗衣机内桶容积到70% 二 新衣服不洗就穿 不少人买了新衣服不洗就直接穿上 反正精神的衣服随便穿一穿也是要洗的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洗衣服上很可能含有甲犬 甲犬会自己呼吸道和皮肤引起流泪 喉咙痛 干咳等反应 还会有发过敏反应 如皮疹 骚痒等 建议 新买的衣服最好过一遍水或者晒一晒也可以 尤其是跟身体有密切接触的内衣库 儿童衣物等等 有些朋友洗衣服的时候只要是看见领口笑口有污渍 就喜欢在污渍上涂上肥皂 以为这样会增加去污能力 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 洗衣粉呈弱酸性 肥皂呈弱碱性 两者同用 酸碱中和 结果两者的作用都被削弱了 去污效果反而下降 建议 去污的正确做法是 只有一种洗涤剂在领口 修口等处增加用量 四 洗衣液随便放 很多人都觉得在洗衣服的时候 洗衣液放得越多 洗衣服洗得越干净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当水中的洗涤剂分量达到饱饱时 多余的洗涤剂并不能增加节力 要高效 节省的使用洗涤剂 必须根据洗衣时的用水量 使用适当的分量 好了朋友们 感谢关注 这次尝试了解更多尝试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